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那个温泉 竟然有这样令人尖叫的性价比温泉推荐 边泡着温泉 然后可以欣赏那个眉心 我们刚才那个挖 我几个都快破 已经没有挖到挖 一生一定要带着爱人去如此的地方 好在离得近就不用舒服 很方便 雨声泡温泉 原来也是如此暗藏心 这些泳衣吗 对啊 画一个妆感不重的温泉状 可以试一下吗 究竟何时是不能错过的温泉护肤黄金期 泡温泉的时候会敷面膜的举手 我看一下 太会了好不好 会啊 我的天啊 我真的想开一扇大门 把你们真的要赶这个路 为什么 温碧泉我是大美人 泡泡温泉暖暖过冬 温碧泉的温 温碧泉的碧 温碧泉的泉 欢迎各位收看温碧泉独家冠名播出的 我是大美人 补水就用 温碧泉 本节目是由芒果TV 特别赞助播出好看的综艺 妻子浪漫旅行 女儿们的恋爱 明星大志弹都在芒果TV 当然我是大美人 2020年也会继续在芒果TV播出哦 是的冬天来了 2019年呢 还有20天就要过去了 很多人呢 其实应该是是时候出去旅行 放松一下 抒解一下这一年的压力 对 我太累了 我该歇歇了 但我不知道去哪儿 你不知道去哪儿的话 其实今天有一个引路人 有一个人真的就去歇了 你没发现我们折磨灯的女主持人不见了吗 她又去上海了吗 哈哈哈哈 我就这么没有存在感了吗 你在哪儿啊 我在这儿啊 我真的是想休息了 到年底的时候啊 特别想出去旅游 最重要的是想去泡温泉 因为冬天泡温泉下着雪 然后躺在温泉里 还可以喝点热饮 那感觉特别好 所以我拉上了我的四个好朋友 一起组团去 太想休息了 那你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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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幕到此结束了 入完了 走吧 乐乐老师 你愿意跟他们四个女的 去泡温泉吗 我特别愿意啊 她不要太开心 因为我真的很想去泡温泉 但是作为一个 平时不太会做攻略的 我真的太难了你知道吗 那老师你不是研究成分吗 那你去到不同的地方泡温泉 研究一下温泉里面的成分 我去添一添到酒店 小草呢 只要胆子大 天天都放假 但是我真的很久都没有放假 我太想泡 你当然 她从那个女团节目 又跑到越地节目 时不时还来了我们美妆节目 你真的是吗 沈依呢 就是最近工作的地方都还蛮冷的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是放假的话 我就想去那种 比较冷的地方 但是又能感受到 很暖和的氛围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温泉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就北京都能满足你啊 外面又冷 里头又涩 开暖气了吗 那感觉出来 大家都很想出去度假 然后都很想出去泡温泉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请来了三位 我们的温泉游智囊团 欢迎三位 哇 哇漂亮啊 一看就经常泡温泉 有一个新朋友 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 蘑菇扎 大家好 大家好 蘑菇章 最爱泡温泉的旅行体验师 旅行博主中的高知90后女博士 走遍全球 打卡国内外三十余处温泉 关于温泉的文章 曾在中国国家旅游杂志上发表 温泉游去哪玩 听我的 她是一个很厉害的旅行博主 是 所以她有概括说博士里面最会旅行的 旅行里面最会写游记的 写游记的里面最会拍照的 我很羡慕他们这种旅行博主 吃好喝好 然后不停地旅行 有美美的照片 今天我们有一段VCR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哇 真的太厉害了 是大家想要酷的原生 我的梦想 好好吃啊 好好吃 我妈妈喜欢你 我妈爱你 哇 我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很拉仇恨 好好吃 太羡慕了 而且我跟你说 你真的很会拍照 谢谢 很厉害很厉害 这就很拉仇恨了吗 我觉得它有改变一些 我们对女博士的刻板印象 是不是 博士 这难过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据说《蘑菇张》是温泉的百科全书 去过四十多个国家 打卡了三十多处温泉 包括日本松岛 乡根 中国的成都 大庆 青岛等等 去过这么多温泉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就是此生必去的那种 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 一生一定要带着爱人去一次的地方 没有爱人 还有爱人 不能去了 自己去一下 以后再带着爱人去一次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奇遇性的温泉 是珍娜温泉 是珍娜温泉 这个温泉 我推荐大家如果去的时候 一定要晚上去 它是一个室外的温泉 泡在里面的时候 可以一边泡温泉 一边看极光 哇 对 就非常非常地浪漫 我们刚才那个哇 我机会得快破音乐了 哇 对 而且这个温泉 它是在一个温泉酒店里面 这个酒店里还有一个冰屋博物馆 你在里面可以用那个冰酒杯做的那个鸡尾酒杯 去喝苹果抹尼 嗯 这很爽 我喜欢 这个脑子里只是有画面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对 画面有了 就是想象不出来写陪我 我们这一期节目 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特点 短片特别多 来看一下 哦 天哪 就这时候也会起来 原来极光长坠啊 对 我不知道 我们当好朋友好不好 好的 我又在一个那个 中国国家旅游的杂志上好像有看到过这个推荐 对 这个文章就是我写的 是你写的 是的 他告诉大家一定要带心爱的人去 他也看到了 那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 你这么随大眼 要不然你就 对 真是没有人 要不然就是你会孤独 对 除了泡温泉能够看到极光 你知道再美的美景啊 连续看几天也就也就傻了 所以他还有什么别的项目可以推荐的吗 有的 因为这个温泉在的地方是叫做菲尔半克斯 是一个市 那这个市呢有一个传统 就是每年三月份的时候会有狗拉雪橇的比赛 嗯 我只想说那些狗幸好没有遇到我 要不然它会有点累 对 对 不会的 因为那边的狗狗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雪橇犬 它是阿拉斯加犬跟哈士奇的混血宝宝 然后这种狗的特点就是它的速度跟耐力都非常的好 就是特别大 特别大 那边的狗不怕自己当狗都觉得自己是金 是的 是的 所以就是你坐着这个雪橇犬进去的时候 就会感觉那个 那个溅起来的石子和雪块会往脸上砸 因为它们跑得特别快 还会有拉背感 对 而且它们一边跑的时候 那个狗还会去咬旁边的雪 然后给身体降温 但是感觉去到那个地方应该很遥远吧 要转好几次机 就会稍微的有一点远 但值得 对啊 就还有什么是我们平时就日常很少看到的那种温泉 还有一个是非常非常野的温泉 野温泉 是那种人美鹿子野的野 有一个叫做蒙马温泉 蒙马像的蒙马吗 对 这个温泉你如果直接问人是问不到的 就是这个地方 你看后面有耶 哇 蒙马温泉一般的话是自驾野 对 它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热泉水 和冷河水的一个交叉口 这个冒烟的就是泉吗 这个冒烟的是热泉不能跳 你就表现它是自然的 它旁边没有酒店什么的 对 它自然到什么程度 就是它是一条热水和一条冷河的交汇区 你要自己找那个点 那我一下子跳到套子里面 你不知道现在边缘是什么 你一定要用口客气的套进去吧 对啊 而且到了当地你直接找是找不到的 就是大概从哪个方位怎么开车 然后就会到了一个看起来有人的地方 所以能不能看到它全凭缘分 就是全凭自己 全凭导航准不准的 对 我觉得主要还是看脑子 主要是有没有和蘑菇张当好朋友 他搬一次 是我直言我们这一群的脑子一般 有没有再近一点呢 我们也不用跑那么远的一些温泉推荐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这样去的温泉 他们自动传递了 叫猫妈妈最爱泡温泉的美妆博主 元气少女妆浪漫仙女妆 烟熏欧美妆没有她不会画的妆 温泉游画什么妆听我的 我是来自广东 广东的朋友 你好你好啊 可以啊 广东是有很多温泉资源的 我们那里里得很近有龙门温泉 龙门温泉有亚洲第一泉的称号 龙门在哪里啊龙门温泉在 我也想说龙门 广东惠州的一个县里 它的一整个县都是温泉 主要是人美 这个温泉的形式就是很像国内的温泉 但是好在离得近就不用出国 很方便 你想如果我们从湖南那个坐个高铁就是了 这个温泉有没有什么特色 它是里面会有含有很多就是矿物元素铁元素 会对皮肤非常的好 你们那还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吗 我们扇尾还有温泉 它的温泉是号称中国的小巴厘岛 就是那边风景很好 而且还会有漂浮早餐 这个很像那个无边泳池 好好看 而且性价比很高 为什么大家不多宣传上尾的温泉 这个很好看 这不是巴厘岛吗 所以叫中国的小巴厘岛 这边很好 上尾离深圳一个小时高铁就到了 而且吃的路就多 什么豪果 牛肉锅非常好吃 你组团去吧 好 如果他们组团去工作 我愿意一个人留下来工作 难得买份亲近 叶老师肯定去过温泉啊 叶老师你有什么温泉要分享 叶老师最爱泡温泉的健身博主 健身房温泉边海岛上 随处都能拍大片 秀出好身材 温泉由时尚穿搭 听我的 像我的话就比较会去那种出片率比较高的 像古尔沟的温泉 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吗 因为我在那个某软件上看到的 那个山上全都是雪 然后有一个无边泳池那样 在哪 四川 在我们四川啊 四川拉丘 它是那种户外的那种汤匙 我觉得在那边 就是你边泡着温泉 然后可以欣赏那个美景 真的那个体验很棒 对 那个真的超美 不是看温泉吗 为什么在看你的写真 胡桑章你有去过吗 去过 还带了一段微信 还有微信 快看一下 尼亚罗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成都之外的四川 它的名字翻译过来 叫做好玩的坝子 神风山下的古尔沟温泉 推开门就能看见雪山 清晨的山间 晨光笼罩在薄雾之中 水气弥漫 好似仙境一般 在热气腾腾的温泉里 皮肤都泡得红通通的 我第一次吃到撒着震水面的葬石土火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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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吃了两碗 伴着白糖的牦牛酸奶 从成都到米亚罗 只有200公里的路程 开车却需要四个小时 山路崎岖 带和一群热情的朋友一起 路上并不寂寞 我哭 雪山 彩林 温泉 短短几天 米亚罗以她最美的身姿 向热爱她的朋友告别 走吧 走吧 我爱着旅途中变换的风景 更爱着一路 永远走不散的人 快乐 你哭了吗 她为什么这么感动 因为是我们跨年的时候去的 然后当时我单身 跟我的几队成双成队的好朋友 邀请我去跟他们一起泡温泉 我觉得感动的原因 也是因为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了 哭着不了 有最好的一群朋友陪着 我没想到 旁边的女孩拿了一张狮子去 你不可以把她的眼妆本来擦掉吗 我的天哪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 是在今年跨年的时候过去的 所以说2019年的第一个清晨 我们是一边泡着温泉 然后一边去看远处的雪山 就觉得飞着 非常非常的棒 天哪 其实这个温泉也是在山顶的酒店里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一群人 在里面一边开趴 然后一边泡温泉 而且她最好的一点就是 她不仅能吃到川菜 还可以吃到葬式火锅 真的非常便宜 我们七个人吃了两百块 那么便宜 就非常非常便宜 而且能吃饱 而且能吃饱 但是我跟你讲 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泡温泉的一个经历 然后每次呢 总觉得好像泡温泉对自己特好 然后但是表面上那些温泉都写的什么汤 什么汤什么汤 但你们其实也没有了解 都是一种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就国内外温泉这么多 这个温泉到底有没有什么分类的方法 其实分类还挺多的 比如说它按这个水里的化学成分来分的话 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铁温泉 然后呢 还有像中国比较有名的就是东温泉 比如说长白山的温泉就是东温泉 它的特点呢就是比较温和 就可以消炎止痛 对 然后还有呢 就像是硫酸盐温泉 这个温泉它是可以喝的 然后喝下去之后 可以促进你这个心肌耐性 所以有些温泉可以泡 有些温泉还可以喝 在它去之前就问清就好了 那此外呢 还可以按照这个温泉的水分来分类 比如说34度以下的就是低温温泉 34度到42度的就是中温温泉 主气氮的温泉 对 然后42度之上的就是高温温泉 其实编导也问我有没有美美的温泉照 我是真的没有 因为我每次泡温泉的时候 都会泄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进去泡 但是有一些女生啊 就是还是会画得美美的去拍 对 那怎么样才能在这个温泉里面 熬出好看的造型呢 我们泡温泉要美美的去 我们是为了拍照 总不能素颜上吧 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画一个 妆感不重的温泉妆 你的意思是有温泉妆这一说 对 我们今天是有模特对吗 可不可以教一下 来 小宝 首先我们泡温泉的时候 我们的底妆不能让别人觉得太厚 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 就是尾素颜神器隔离霜 它是罗志祥小猪推荐的 它这样轻轻揉 会有很多水珠爆出来 所以会非常的水润保湿 可以试一下吗 我想看一下它怎么爆出 我们现在上模特的脸给你们看一下妆效 这隔离霜里面的水 是来自新西兰的湾蓝温泉水 它是在水底下1500米的地方 所以它接触不到任何的污染 所以会对我们皮肤非常的好 它防不防水啊 这个很厉害 它涂在手上的时候是一种慕斯的感觉 然后你慢慢慢慢揉 它就化成一坨水了 它真的会爆水 真的有 从产品质地上来讲的话 它会有这种爆水的质地 应该是油爆水 所以的话它是防水 我们在泡温泉的时候 你肯定会大量出汗 所以防水的这个隔离是 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像我是健身房 就很适合上这个 那妈妈妈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隔离霜的话 跟妆前乳有什么区别啊 妆前乳的作用是让我们 就是均匀肤色 让底妆更持久 但是隔离霜 它不仅可以让你的底妆更加持久 均匀肤色还可以隔离彩妆 和空气的粉尘 并且它最厉害的一点 是可以防蓝光 真的 这个蓝光啊 我要说一下 就是其实大家有个误解 咱们自己的手机啊 平板和电脑当中的这个蓝光 只是影响我们的睡眠 它会让脑垂体分泌褪黑素减少 真正伤害到皮肤的 是日光当中的蓝光 日光里面有蓝光 当然 除了不可见光的紫外线 还有可见光 包括红外线 其实它都会造成一种光损伤 所以这个 平时咱们不管是在室内外 只要是白天 最好还是做好这个 对于光损伤的防护 天呐 这个概念很重要 因为以前大家只让我们防晒 没有告诉我们还防光 紫外线啊 其实衰老最主要的损伤 内缘性占一半 外线性的光损伤要占一半 嗯 以后我们不会去泡温泉看极光 也要防一下光 它是一款养肤隔离 它含有南阿尔卑斯雪绒花提取物 可以对抗自由肌 并且它含有欧景奎的提取物 所以我们可以给肌肤进行补水 可以看到它的皮肤 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很有光泽 所以用了这个的话 其实完全是可以当成我们平时的那种素颜霜来用吗 对我就像出门懒得化妆的时候就会用它 而且还会被别人化皮肤很好 我觉得这个是超级厉害的 对我们除了一个让别人看不出来的底妆以外 还需要一个毛茸茸的眉毛 这种根根分明的眉毛 野生眉 野生眉的感觉 哦 我不得不说一句 我觉得本来就是我们一开场是说泡温泉是要去放松的 结果发现你们还是放松的 人生怎么可能真正的就完全的不管 因为我们要做出水芙蓉 因为泡温泉这个地方你要么就是跟情侣 对吧 对 老公 或者是公司团建 团建怎么能输 对啊 更加不能输了 就是你每天不把自己打扮好 你怎么知道转角不会遇到爱 这边已经打扮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看 好清晨 真的很自然 对 底好透 这个就是刚刚一开始大妈她所追求的那种 泡温泉的这种 是种 快去泡温泉吧 谢谢你 你也有妆容不服贴 面部干燥起皮 上妆一会就脱妆的困扰吗 那是因为你的隔离没有选对 能爆出水珠的隔离霜 不仅能滋润干燥的皮肤 还能让妆容八小时超长待机 防水防汗不脱妆 爆水隔离采用新西兰湾蓝温泉水 其水质被评为世界第一 还添加了南阿尔卑斯雪茸花 欧景葵等纯植物提取物 给妆容加强的同时还能滋养皮肤 无细纹 无毛孔 水光感十足的温泉妆 一瓶爆水隔离就能搞定了 温泉油还有哪些隐藏玩法和攻略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 我是大美人 回复关键词温泉 立刻获得大美人贴心定制的 温泉油方案 寒冷的冬天 去暖暖的温泉 寻找幸福感吧 夜日今天的小美 接下来是我们 我是大美人的全新环节 叫做美人试用会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 口碑好物是 皇后V安平 来帮你消除双下巴 让你的脸部轮廓立体 上镜就会更好看哦 水肿的时候呢 涂全脸 就可以解决你脸肿的问题了 坚持使用 可以提升你下垂的双下巴哦 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我是大美人 就有机会获得了 只有三十份 先到先得哦 温碧泉 我是大美人 为你送来下节剧套 雨声泡温泉 原来也是如此暗藏心机 你现在泳衣吗 对啊 你还可以试一下吗 究竟何时是不能错过的温泉 护肤黄金期 泡温泉的时候会敷面膜的举手 我看一下 太会了好不好 会啊 我的天啊 我真的想开一扇大门 把你们真的要赶开这个路 为什么 双十二不踩雷心动推荐 是谁这么爱买买买 你看我这周围全都是快递 一定要人大开眼睛 都是好过的 哈哈 温碧泉 我是大美人 泡泡温泉 暖暖过冬 温碧泉 我是大美人 待会儿见 温碧泉 我是大美人 现在继续 欢迎回来这里 是温碧泉 独家冠名播出的 我是大美人 补水就用 温碧泉 所以看得出来 每个女生在这个泡温泉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小心机在 当然 那如果刚刚是 从这个妆容的角度上 得解决问题的话 接下来问一下叶老师 因为你在这个泳衣的研究上 非常的吃泪拔醉 女孩子就是 温泉是你冬天 唯一合力穿泳衣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身材比较好的话 就很适合穿这种 简约的 像 刘夜姐你就很适合穿这种 快去换吧 简约的泳衣看起来会比较高级 它没有那么多的累赘 然后像今年 就出了很多的品牌 有出那种很像私服的泳衣 就你根本不知道她穿了泳衣 然后像我有带来一套 就是她是那种 复古风的泳衣 今年是有好多人 把那个泳衣 夏天当那个什么 吊带在穿 就是当外穿 可能平常就看不太出来 她是一件泳衣 这是现在泳衣吗 对啊 所以她就很适合去泡温泉的时候拍照 但又很适合下水 但是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我建议大家就是买泳衣 还是要买浅色的 因为颜色太深的话 因为温泉的温度很高嘛 就很容易掉色 对 我跟你说 我真的 所以有一次在日本 你录那个温泉的你知道吗 对 因为是一个天然的温泉 然后下来我就进去了之后 然后我身上那种深色的印花 它就变成了一种晕染的油画 你知道吗 就是思琴高娃老师 在一般的生活 在一般的生活 穿着一个毛线机的泳衣 上面的温泉 如果您很喜欢那间深色的泳衣 我建议大家去买的时候 要看一下的一条片 因为很多泳衣 它上面会是一条泳衣 适合温度 但如果它适合的温度就很高 它适合去温泉的时候穿 大家原来泳衣不要咬 所以要直接看 这个泳衣是有泳衣 如果我跟曲 我跟着那边的温泳衣 它还是有点不太伤 所以现在这个画面 大家可以标签很高 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温度 对 另外还有教大家一点 就是如果你自己的身材 不太自信的话 你就很适合穿这种 别搭的温泉衣 它就是用战舰套的 然后你继续折肉 然后又可以看起来很少 如果你觉得如果冷的话 你可以把外面穿上 对 我觉得现在出泳衣的人 你去把他帮着的就好像 我自己穿的衣服 然后穿的各种量的话 你都可以下身 对 泡温泉的时候 女生你看啊 要穿得漂亮 甚至妆要画得漂亮 是 有些人明明就是画了一个很美的妆 可是她完全不会拍照 我不知道你觉得去温泉 那种地方拍照的递进 应该是怎么样 或者拍照的自己的方式 我首先会推荐大家 在购乎上面做考虑 比如说尤其是我们拍那些 室外的温泉的时候 我会建议说我们拍一些环境人像 就是我们三分打构图 用四条线 就手机上一件有框嘛 四条线把一个画面分成了九个部分 随便选择上面的四个点 把人都放在这个点上 这样呢 画面中人既是重点 就能看到周围所有的环境 这个很高级耶 好看 就是你要把人的眼睛放到画面的焦点处 也是很喜欢把它放在黄金上面的现象 对 或者说当画面比较对称的时候 可以放到中心处 中心处 这一条线上都可以 就会很容易 对 也可以按照韦斯安德森的时候 也喜欢看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拍一些 比较近的景的时候 尤其是温泉嘛 有的时候温泉可能那个雾气比较大 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当时 也是在福尔沟拍的 把头发弄得稍微湿一点 其实温泉的时候湿发也挺好看的 别有一番风味 对 有另一种感觉 或者说你可以拍一个身体的剪影 然后这样意境感也有 而且就是不化妆也没有关系了 身体的剪影很好 而且好处 对 是这样的 刚刚讲的是她从取景上 拍摄方法上来讲 然后我听说泡温泉的时候 女生你看啊 要穿得漂亮 甚至妆要画得漂亮 是 可是很多人也把泡温泉 当作一个最佳的护肤时间 有些人说就是亚洲的女孩 皮肤比较好 就是因为有去泡温泉的这个习惯 对 其实我之前也有去泡过一些温泉 就是要让每一寸肌肤 都浸在那个温泉里面 让她喝饱水 你就是抱着那个养肤的态度去 对 我就去养肤的 可是我冒昧地想问一句 她们刚刚不是说要化妆吗 化妆 那个不一样 那是社交 对 其实在泡温泉的时候 是应该把妆卸掉的 这个比喻很直观 就是把门打开 是我们的这个角质屏障 它过度水合了之后 它会更松散 所以除了一些日常的这个清洁啊 洗脸卸妆之外的话 电气的配合这个泥膜的清洁 也是非常有用的 它是通过这种物理吸附的方式 帮皮肤褶皱里面的一些脏东西呢 把它弄出来 包括毛孔前表的东西也能出来 我去温泉的时候一定会先用它来清洁 然后再进去泡温泉 然后这款泥膜的话 它是有得过一个叫银爵奖 它是哪个国家的呢 它是新西兰最高品质的国家形象的一个护肤品牌 可以试一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泥膜 它很容易就是一会就干掉 对对对对 但这款就完全不会 你们可以试一下质地看拔不拔干 我们请个模特上来上脸一下好不好 对啊 来 我来给他试一下 这个泥膜比我平时在用的某品牌的那个泥膜 要润很多 对 因为平时我们爱用的那款 用完脸其实有点刺痛 我每次都觉得 就是感觉很拔干 而且很多的泥膜你发现 你用完了之后 你还要再敷一次那个补水的面膜 对 我就是这样的 每次敷完一次泥膜 再敷一张补水的 对就很麻烦 对 而且很多的泥膜 其实敏感肌是不适合去用的 对 像这款泥膜的话 敏感肌也可以用 它是那个罗托卤瓦的火山泥 所以它有自带锁水的因子 还有透明质酸钠的成分 所以它会比起其他的泥膜 会更加的水润一些 对 其实这个罗托卤瓦泥 就是在新西兰北部偏西的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火山多发地带 所以整个城镇 你随处都可以看到那种冒着热气的热泉 然后还有这个硫磺壶 还有这种喷着泥浆的那种泥浆地 这边的火山泥 它是含有37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它是世界上含量最高 并且没有受过污染的火山泥 然后它的作用就是可以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和清洁功能 是我们普通这种泥的五百倍 五百倍 对 所以它非常适合清洁皮肤 然后可以达到一种焕发新生的感觉 它不会把我十七年前长的那颗痘都吸出来的 我刚刚看到它这边有一颗痘 我给它看一下 就如果你是痘痘的话 也很适合你 你比我平时抹的薄多了 一般的是说一个毫米以上 也就大概是一个硬币厚度 看不见自己本来肤色 这个厚度基本上就可以了 我自己带的这个泥膜会很容易干 我的天哪 擦不掉 而且我涂的时候它是很均匀的 等它干了就很斑驳 你看是可以擦开的 这还是润的 这样就能看出来干跟湿的一个区别了 好 我现在给它卸掉 这个也太好清洁了吧 对啊 一般的泥膜洗完之后 你觉得自己洗得很干净 你起来照镜子 根本洗不干净 怎么还是这样子 你就会发现你洗完说 这儿也有 然后这儿也有 全到处都有 它这个感觉很好清洁 你直接就是拿湿巾 这样轻轻地擦拭就可以了 对 而且我现在明显有感觉到 它刚刚痘痘的这一块的红肿的现象 有稍微比刚才缓解一些 所以它是有消炎的这种 对 因为它有精锂酶的成分 所以可以帮助你抗菌消炎 而且还有薰衣草 帮助你抗皱啊 美白啊 控油啊 对 现在它用完了之后 大家来看一下前后的一个 看前后对比 涂的那边亮一些 涂的水润很多啊 嗯 亮一些 来让它自己那个说一说 它现在两边敷完的感受吧 我现在感觉我的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就是像涂过水乳一样特别的滋润 所以它可以帮助你清洁到位的同时 还可以让你补水 好 谢谢 欢迎回来这里 是由温碧泉独家冠名播出的 我是大美人补水就用 温碧泉 其实我每次去泡温泉 除了卸妆啊 用泥膜清洁 我还会带很多面膜去敷 对 泡温泉的时候一定要敷面膜啊 就是要互敷 你们泡温泉的时候会敷面膜的举手 我看一下 太会了好不好 会啊 我的天啊 就是那个时候吸收的好坏啊 不敷吗 我真的想开一扇大门 把你们真的要赶出这个录影 为什么 看了大美人这么多年了 好 没事 乐乐团长 我觉得烂针房都会用 对 我也是 我也是 而且我会把那种最贵的面膜 留在那个时刻用 对对对对 你们是不是觉得毛孔打开了 导入特别好 对啊 怕一点点 可能失收很好 其实是这样的 你在增桑拿的时候 你的小汗线会大量的往外密汗 所以水是往外冲 你这时候你的面膜里面的东西 怎么能更好地进去呢 那我面膜咋干了呢 就是被蒸干了呀 还有一个比如说 像我们为什么会大量排汗 就是因为你身体太热了 所以通过汗线来排汗 你这时候非要用一张东西捂着它 不让它出汗 这就好比是你发烧了 老人家会告诉你 捂 用被子捂 但是现代科学告诉你 这是不科学的 根本刚运动完的话 也不能敷面膜 对 最好有事不要去 那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不敷呢 是泡完温泉之后 因为我前两年刚泡完温泉 泡完温泉之后 你把自己擦干 擦干之后 你还是会继续流汗的 对 你会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反正在我这里 大概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 我才能彻底地缓过来 就不再出汗了 人真正变干了之后 我觉得那才是应该 就是动手的时间 但我不知道乐乐团长 你们专业的应该是什么时间 差不多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限制 因为我们泡完了之后 其实你的皮肤是不缺水的 只不过高温之下 你像那个高温温泉 其实是42度以上的度吧 它会洗脱皮肤里面的天然皮脂 这时候不缺水 但是保水力下降 那你就更应该在这个时候 赶紧用一些保养品上去 对 而且的话 咱们面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眼部 然后这个眼部的话 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皮脂线比较少 对 它不会流油 第二个呢就是皮儿薄 对皮肤比较薄 皮肤比较薄 大概是我们正常皮肤的三分之一 对眼皮子这里真的很容易干 而且第三个像珍妮这样 每天表情非常丰富的话 其实容易长表情纹 对不对 而且年纪 而且年纪越来越大了 你知道吗 对 所以泡完了温泉一定要注意 这个局部细节的护理 对 像眼睛比较大的些女孩子 然后或者是表情比较多的女孩子 真的一定要注重眼周的保养 对 所以我就会带这款弹力眼霜 然后它是水解的弹性胶原蛋白 它分子很小 能更快地进入到你的肌肤 会让你觉得涂完之后很紧致 它里面有一个六胎杠十一的成分 就是那种韵斗 来孕平你的那种小皱纹 好润啊它 对 所以基本上的话 像我都会涂完它之后 直接我再戴一个蒸汽眼罩 然后来加固一下它的那个效果 而且我刚刚涂在这里 就感觉这里一下子 紧致起来 你知道吗 就是终于有人管理一下我的表情了 对 皮肤每天接触空气粉沉 还有皮肤自身新陈代谢和化妆品残留 堆积在毛孔里 就会出现黑头 闭口 粉刺等皮肤问题 所以皮肤要定期做大扫除 然而大部分泥膜很容易变干 紧绷 不及时清洗 会拉扯伤害皮肤 如巧克力酱般丝滑的火山泥膜 主要成分是新西兰托鲁瓦的火山泥 还有索水因子和透明致酸呢 是不会干的泥膜 清洁能力和吸附能力是普通泥膜的五百倍 清洁 索水 保湿 一步到位 每个毛孔都能自在呼吸啦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 活尸大美人 回复关键词 温泉 立刻获得更多温泉美肤的小技巧 和温泉油行李清单 享受幸福温泉的同时 既能抓住护肤黄金时刻 温泉全 我是大美人 为你送来下节剧套 庄十二不彩雷心动推荐 是谁这么爱买买买 哎 你们到哪了啊 我投了那么多快递等你来拆啊 我心好痒 赶紧的 你看我这周围全都是快递 一定要大开眼睛 都是好处 哈哈哈 温币全 我是大美人 一起去泡幸福温泉吧 温币全 我是大美人 待会儿见 温币全 我是大美人 现在继续 哎 你们到哪了啊 我投了那么多快递等你来拆啊 我心好痒 赶紧的 哇 你们总算来了 赶紧的吧 本期签售人 包文静 一个对买买买充满执念的女子 买买买 关键词 颜值与性价比兼具 在双十二到来之际 她的快递中 又会拆到什么好物和雷品呢 大美人的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包文静 我现在轻挠拍戏 然后呢我已经攒了很多快递 就在等她来 那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买了一些什么 你看我这周围全都是快递 一般快递这种活的 都是我亲自来拆的 别人拆我都不乐意 哈哈哈 好吧 那闲号部都说 我们赶紧拆快递 我跟你说吧 我包文静买的东西都是好多 哈哈哈 我有这么自己夸自己吗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它是小林的一个暖宝宝 我团了很多 因为我现在就是室外的戏比较多嘛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在 特殊情况的时候 或怎么样的时候 就是你把腰幅都贴上 也是会帮你保暖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非常适合 这个呢是品牌送给我的 太适合我了 也适合这个季节的 一个设计师品牌的一个联名款 然后北欧风啊 然后轻羽绒啊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 然后这个天气非常冷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买羽绒服穿上 不然就冻坏了 我们接着猜下一个了 不要吃这个 而不是 买了无数包 特别特别好用的压缩牛鸡 然后它还出了一款这个 奶油的 这个我真的买了太多太多了 它里面就是像糖块一样 小小的一包 拆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里面是这种小方块形式的 鞋带很方便 你看 它打开是这样的嘛 你把这些东西 放到你的妈母一包里 或者是现场聚组的包里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 一小块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因为像很多那种压缩毛菌 非常需要那种水流很大 但是它完全就不滴 我想给大家变一下 就是 看 放到水 看 正好 完全下面都没滴到水 好了 好 就打开了 像是只能够厚啊 而且很大 看 我以为我们脸还大 很大 还有就是它这个力度呢 也是非常的高 不像那种 有黄眼很大的 因为像那种啊 就是擦到脸上之后 你会发现就很浪败的 你不用摆掉 好吧 就是真的是 它这个就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你看 弹力也很好 也非常适合你擦脸之后 可以给你的保管 然后让它用 给它妈妈洗水脸 拿洗洗脚 看得完全是 它用卦 真的太好了 宝宝 刚那样 还好 真的吗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很好了 好吧 那我要拿出我的 笔纱哦 一定要打开眼睛 就是它 帮了这么多 你知道这个什么吗 说对啊 但是它不是 是防晒 我打开给你看一下 看看 其实它是花褥刀 它确实是一个防晒 但这个防晒真的非常神奇 你看它上面有个盖子 这个盖子的神奇 这些地方就是 它只要接触到 紫蓝鲜的盖子 跟这个颜色 好 你们不信得可以 我给你们试一下 我现在手里拿了一个灯 因为我们现在是白痴嘛 就是 有东西 然后我前面也有灯 但是如果说 它在紫蓝鲜外面 就会非常的强 那盖子会变碎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 真的 不只是在户外 有紫蓝鲜的地方 没有光纹的地方 真的都需要防晒 看看 是不是神奇 对 然后呢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盖子 而且它非常的水润 因为非常适合这个青龙脊 因为现在皮肤也比较干燥 你看我两个手 完全是不错 这个是很顺 然后会有一些白白的感觉 然后这个 这个帮你们什么都不错 然后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它呢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成分 它可以终于拿过 深层的紫腕线 那除了可以让你晒黑 还能让你白过来 还能让你越晒越白 是不是我们这方面 都非常喜欢的 你看这个吧 这个怎么这么轻啊 这个什么样 是不是个不会 还这样 还这样 我看手边说它没有分解 它颜值倒是皮肤高的 但是就是实用性就是很一般的 它们肯定又要补操我了 好 行吧 过吧 下一个 我希望是我的洗脸心 说实话 就是这么用缘分 你看看 刚好拆到了洗脸心 哈哈 这个颜值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它是非常非常的Q 它非常好的一点 它里面是这种卷筒式的 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个这种挂绳 非常适合挂在浴室里面很方便 就是干湿都可以分离嘛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洗脸筋真的是非常舒服 而且它是双面的 一面是平的 还有一面就是珍珠纹理 它用来卸妆是非常的干净的 而且还可以帮我们去除一些 所谓的角质 然后拿出有纹理的沾上水之后 然后就可以进行脱 包包 那这个可以卸妆洗脸 嗯 那 哇 哇 哇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我刚想跟大家说 因为呢我自己也是一个敏感肌 然后并且是角质层比较薄的那种 所以我对这些东西选购已经是非常非常好 我才可以用的 嗯 然后呢它这里面呢是添加荧光剂 就是给小孩用 什么擦脸擦屁屁啊 其实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些年真的是我添加荧了那么多 我到现在就很浪漫 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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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面霜 你看看包装 它是一个这样的 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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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错了 蛤 它是四个面霜 哈哈 这个季节感就是像天气很冬了呀 然后排阶这边大概有四四五三四五 其实天气挺冷的 像这个小白瓶啊 它呢就是那种索水啊 防洪的成分非常好 所以它那种东西啊 最后的像我这个 让它用像我这种拍器的 这种感觉 把它做出了 我可以把它做出了 连活着的尖牙一样 你千万不要紧 你的眼睛 还回到手上给你看一下 它是那种 非常地滋润的 就是我胃的 不想加 就是那种味道 非常地热的食物 它里面呢也是有 是鲜鲜啊 我现在才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真的觉得 拆筷子是非常紧压的 如果你最近工作压力大 然后又没有时间出去过 你真的可以多买一些东西 双十二就要来了 所以你们赶紧一起囤货吧 所以今天整个下来的一个感受就是 温泉之旅嘛 肯定一天是不够的 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放松几天 我就第一天去呢 先好好放松一下 别化妆 就先泡个温泉 然后 护个敷 护个敷 把皮肤痒痒好 保养一下 开心 第二天呢 心情好了 拍个照 画个尾素颜 对 拍拍照 拍拍照 晚上收收图 第三篇 发送 发朋友圈 对 破绽无数 温泉 护肤 美容 然后 那个 大天之旅 全有了 全有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泡温泉的话 就是 大家在冬天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时间 也希望各位呢 也能够享受自己的假期 因为今天我们的旅行团的各位顾问们 也给我们出了一整套的方案 真的是一应俱全 希望看完节目的你 能够收获很多 然后马上做攻略 马上出发 带着好朋友和家人一起去泡温泉 不仅可以增加幸福感 还可以美福哦 是的 再次感谢各位收看 温泉拳毒药冠名播出的 我是大美人 补水就用 温泉拳 感谢合作伙伴威福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还有感谢树水鸡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祝大家快乐